126 名報 府樂之始 2015年7月22日富康時代 D05中年無憂歐陽英制把痛苦膠級工作 讓我們苦中作落日本文藝復興運動中佔一重要職位的陶瓷工作室 位於島根源的出西匹 每天清晨 十一二名陶功加上陶功助理 念陶功 總務 銷售和市場推廣人員合共20人 在一起完成了廣播體操 確認過當天的工作日程和各種聯絡事項之後 就會在一起大聲朗眾文藝運動此創者何井歡志朗 於1950年前來拜訪工作室時書寫在一張大紙上的火的誓言中的詩句 工作的是工作就是工作時開始 結尾就是 讓我們苦中作落 看得這個很有聲音很有畫面的一段技術 不由讓我馬上想起近在佛山以及遠在同村塵勞鎮跟我們初相識 並正在開始合作的徒工們 當然環有這些年來數度探訪交流 也即將展開進一步合作互動的駐守景德鎮的來自各地各國的徒藝家們 在他們他們開始每天工作的時候 腦海裡身體中是否緩緩的點然起哪一道火 然後如少如旺盛 這麼多年來在無數的工作交往關係中 無論是作為所謂上師還是下屬 是 senior還是 junior 都習慣了先要求自己先做好自己 再過得自己這一關了之前 絕不敢過分奢望合作夥伴能馬上同步到位 但一旦發現同行者比自己更認真更專注 發放更大的生活熱情工作能量 那就是喜出莫愛 再度相互感染 以至一發不可收拾 師父更是樂了 星期三至五見報 練習文物品 看一看 試試看 看身邊 看身邊 不行 等於想不中